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没事,只是有点累 然后接过新的采访任务离开了 记者会上,受害者家属大宝正在接受采访 15年前,一名强盗趁夜偷偷摸进一户人家 小儿子半夜如厕发现强盗后叫醒父母 结果一家四口,除了身为长子的大宝 因休学旅行得以幸免 其余三人均被强盗相继残忍杀害 时至今日凶手仍未找到 按照政府规定,过了今日 15年的工作时效便会到期 犯人不必再偿命 从此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大宝痛心疾首的说 就算过了时效 我心中的时效仍永远存在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犯人 我会一辈子怨恨他 主持人请静香发表自己的看法 恨罪不恨人 比起仇恨犯人 我更希望大宝能乐观的面对以后的人生 但怨悟等人一点都不信 什么恨罪不恨人的说法 情报五小哥已经查到了杀害大宝家人的真凶 凶手背后刺着一个断头女的图案 准天主任请静香在小饭馆吃饭 看到工作时效已过的新闻 感慨自己年轻时曾特意追踪此案很久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 这时身后传来一句最熏熏的吐槽 什么内心没时效 政府听的时效就是真理 打今儿起我就自由了 为自由干杯 静香与主任就像闻到鱼腥味的猫 连忙围了上去 您刚才说今天起我就自由的话是啥意思 看到对方有戒心 主任立即递出了自己电视台采访部主任的名片 可以详细说说吗 并极有眼力教理请对方喝酒吃菜 小师问 您是犯人 男人道 反正失效已过 说了也无妨 15年前杀了三个人的就是我 主任看他说话不相激烟 便以100万酬奸邀请他上自己访谈节目 对方同意了 条件是名字和脸都不能公开 静香反对主任采访犯人 给钱上的招供违反规定 而且这样做只会给被害者家属伤口上撒盐 主任却不以为意 很快犯人九果山就上了电视 他在电视中对自己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 却一点愧疚感也没有 反倒将责任归咎于大宝的弟弟叫来父母 自己才动了杀心 然后得意的说 我也不是杀人犯是永远的自由身了 说完恬不知耻的笑了起来 街上行人纷纷驻足观看 对他的无耻蓝颜指指点点 大宝看后呆立的原地气意的发抖 采访播出后收视率一路暴涨 主任乐的直冒鼻子泡 部长也对他大家赞赏 主任想趁热打铁 再来个独家采访第二站 同时记者们也纷纷来到大宝家 追问他是否要求迷失制裁 大宝不堪几扰 歇斯底里冲着门外嚷道 这不解释钱的事 都给我滚 不让我报警了 然后一拳直在大门上 看着报纸上的仇人 他恼怒的将报纸撕碎 扔在了地上 此时此刻 犯人九五三 却人魔狗样被请到电视台 主任的狗腿给他点上雪茄 提供用他的真实姓名 正面接受采访 报酬是五百万 但对方并不知足 将报酬提到了一千万 就这样 九五三又真名 真容 接受了电视台的二次采访 节目中 他态度嚣张跋扈 嘉宾问道 你就一点罪恶感也没有吗 有是有 要说错 就错在这个制造了贫富差距的社会 和那个吓得尿流的小鬼 嘉宾抨击道 将一切都归罪于社会和他人 简直就是耍魂 拿奖九五三当即便翻了脸 我也将不是罪犯了 电视机前与我同命先连的各位 就算杀了人 只要躲过十五年 就能跟我一样成为自由人了 时效万岁 大宝看到采访后 气得咬牙切齿 举起筷子戳向羽绒枕 发泄心中的怨恨 声嘶力竭的大叫 一定要杀了凶手 这时门铃声响起 一张怨巫本破的名片塞了进来 准天大宝见到了怨巫 说自己恨不得亲手杀了凶手 怨巫说 害人中害己 笨拙的复仇手段 只会自取灭亡 大宝问 实质性杀了九五三要多少钱 怨巫报价三千万 要让整个社会知道 就算过了时效 罪犯也不可饶恕 请帮我把那个畜生 从这个世间彻底抹杀掉 怨巫接下来这单声音 此时杀人犯九五三 以摇身成为万人景影的大明星 到哪都会受到记者的围攻 及粉丝的追捧 其中有个秘密大叔 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他 这一天 静香发现 自己办公桌前插着一只小连翘 疑惑之时接到了一通电话 你好 我是怨巫 静香小姐 你的内心有时效吗 说完便挂断了 静香回不过去 里边就传来 号码为启用的语音提示 此时怨巫正站在对面的大楼望着他 九五三的专访 使电视台的收视率再次暴涨 同时也遭到不少观众的抗议 主任却不屑一步 部长更是鼓励他继续采访 继目警官找到静香 让他停止对怨巫的追查 因为他已查到九五三事件与怨巫有关 若等到真出事就迟了 静香却信誓旦旦的说 我不会被锦柳怨恨的 恨罪不恨人 我和您一样 认为只有法律才可以惩罚人 但还是谢谢您的忠告 怨巫将里面安插的电视台做前台 静阿修安排进了主任的采访组 静香来到大宝家 对电视台采访及卧身 给他造成的困扰表示建议 然后拿出怨巫的照片问他 是否见过收取高额报仇 替人报仇的怨巫 大宝称不认识 你之前不是在电视台上说过 恨罪不恨人吗 今后我会振作起来 过好自己的人生 然而在大宝切齿的空档 静香发现 他钱包中有张黑色的卡片 偷偷抽出竟是怨巫本铺的名片 他迅速将号码接在手机上 急忙告辞 随后静香将电话打过去 请求怨巫帮自己报仇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宇哥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公众号内已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感谢观看